我们现在就差不多落在零点 应该说是5000万 所以在这边三选 然后值小于5000万 各时百千万十万 各时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 应该做大于5000万的国家 可以吗 因为你在图上面留着 最好是要有这一条线 跟这一条线的一个反逐点 听得懂听不懂 可以 好继续 继续 那接下来我们就比 我们只看这几个国家的消长就好了 太多国家了 千万不要用那个 我们是去看那个先出力化的一个思维 我们去看这件事 我这边也写了主要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来去看 消长 你要讲消长这件事 对不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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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所以 消长这件事情我就直接把这个值 这张图的这个值 真的不是要去用那个值呈现 请把这个值 将值改成总计百分比 因为当你把它改成总计百分比 你这边去点 它会自己跟自己产生一个比较 然后我现在要教 要告诉你的是 这是什么意思 这样听得懂 这就是我准备要讲那个消长的观念 给你们听 可以吗 好 我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把这个值 改成总计百分比 好